就是从这个地点按右键插入这个自定表单 分别就是去修改它的名称 它的name 那记得游标是放 就从外面开始做 我先给它一个home 然后caption 然后这是它的back color 大概几个属性改一改 再来就是去修改它的这个标签 这个前面是用这个标签 再来是文字方块 再来是命令按钮 总共会有三种而已 当然如果你要让你的表单做得更复杂的话 其实其他的东西呢都可以用 像下拉方块 比如说你将来呢 希望你的资料清单 它会自动当启动表单的时候 自动加进去 那这个来源当然你也可以是固定的 也可以是不固定的 不固定就是说 可以从你的工作表的某一个范围里面 给个清单 它也会自动帮你把那个 那个清 那个有某一栏的资料 自动帮你放在清单里面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其实就弹性就很大了 甚至还可以加其他的东西 像加图也可以啦 这可以做得很复杂 好 那可是做完之后呢 要怎么样把它启动起来 那启动它 第一个你先把那个表单做完 第二个的话呢 你希望让它启动 不过启动的话呢 一般不就是怎么样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按上面的 有标要放在这上面了 按一个起 这上面一个执行 它会跳出来 但是这个方法呢 当然不是很OK 为什么 因为你将来如果这个档案要给别人 那你要怎么让它启动呢 你总不可能教它说 请你启动开发人员 里面的Visual Basic 里面的那个 这个 请你找到表单 按下去它就起来了 这样它大概应该没办法找到 所以你需要给它更简单的方法 不外乎两个 一个是怎么样 就是也许你给它一个按钮 OK 然后呢 当按下它 它启动起来 再不然的话 之前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那我这个表单会希望 当这一个档案 它打开的时候 也会顺便把这个表单 直接就启动起来了 然后因为如果你给别人 那当然 一般的user就知道 我直接在这边输入输入就好了 这样也不会是干扰到你其他的资料 否则的话可能乱动 动一动你可能资料就都乱掉了 那该怎么做 两个方法 一 如何做一个启动表单的按钮 做按钮之前呢 请你先做一件事 就是什么 先在你的 哪里呢 模组里面 模组里面 点两下 切到这边 再做什么呢 插入程序 sub 因为按钮 按钮记得对应到的是一个sub 名称叫启动表单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呢 应该会有出现 它一个头一个尾 那我们只需要写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一个表单名称叫吼二 假设我现在心中 你们如果你们是叫吼的话 那你就记得直接把它叫出来 把它叫出来的话呢 很简单 直接就叫它的名字 吼 我这边吼二 点 点下去之后 特别注意哦 也是一样哦 你如果点下去 你发现呢 它没有任何清单跳出来 那请你注意 你要再去检查一下 因为表示你 点下去没出现 表示你那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点下去有 表示你这个表单是存在 那打一个show就可以了 show的话呢 表示什么 要把它启动 OK 那当然相对的 里面还有什么